夏天到來 奇蚊攀升 不僅讓人受不了 家中的毛小孩也受不了 除了消暑之外 很多人忽略了狗狗 可能因為季節或是環境 不小心就會得到疾病 其中 新思蟲 尤其到了夏天 蚊蟲容易滋生的季節 就有可能不小心入侵愛犬的體內 成了致命的凶手 牠主要代言者就是蚊子 蚊子牠叮了狗以後 然後在皮膚 然後進入牠的血管 然後在心臟和肺部裡面 牠會在那邊成長 牠的蟲就像我們一般的肥蟲一樣 但是牠是細的 大概20公分左右 這種病 狗剛開始感染到以後 牠體力會比較弱 然後會咳嗽 再嚴重的話 牠會影響到肝腎 到最後面整個狗都會附水 牠如果到附水 真的不好醫了 因為牠整個心臟 肺部都已經穿痛了 死亡力蠻高的 目前有兩隻狗就一隻狗感染到心獅蟲 預防我們要每個月給牠吃心獅蟲預防的藥 注射麻醉之口的狗狗昏昏欲睡 而這時醫師準備替牠進行節渣手術 當然節渣也是呵護愛犬的方式之一 不過醫師提醒了 我們兩個多月的小狗 我們就可以做節渣了 節渣最好是在 當然是兩個月以上 不要再花錢起 或者就是因為牠已經配種了 剛配種沒關係 不要都配種一個多月了 有生命了 我們也不做 對 節渣的好處就是 不要讓小狗生一堆 到時候都沒有人認養 對主人也不好 對社會也不好 自主寵愛狗狗的方式白白種 冬天給狗狗睡溫暖的床 而夏天則會送狗狗上美容中心修剪毛髮消消暑 但也別忘了定期給狗狗施打預防針 讓毛小孩健康陪伴 東台新聞 林婉珍 台東市報導